在上一期视频我分享了使用光固化3D打印机 打印这种精致的手办模型 而这一期视频我将演示一下5到10分钟 快速对我们打印的模型进行上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打印的质量 可以看到细节非常的爆炸了 质量特别的好 像这样子模型 我们首先对它进行快速上色 再来给它补充细节 我使用的颜料是水性漆 大家可以买AV漆 新颖漆 以及酋长大陆的漆 这些油漆的价格都非常便宜 我首先推荐大家购买的颜色 有这种旧金色 还有这个枪铁灰是非常不错的颜色 我们今天就用金色加枪铁灰 来对这个模型进行上色 像这样一个模型我都没有进行打磨 光固化打印的模型质量真的非常高 我们在上色之前可以将这个颜料摇均匀 这次我连丝盘都没有使用了 我们直接将颜料挤在旁边的纸上 然后拿出我们的刷子沾取颜料 随后直接对我们模型进行上色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使用的是黑色的树子 来打印这个模型 我们只使用了枪铁灰一种颜色 就能让这个模型变得立体起来 我们来对比一下没上色和上色之后的区别 特别是我们这个模型的脸部 到目前为止我只使用了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来拿出这个旧金色 由于是快速涂色还是直接挤到纸上 然后拿出这种较细的笔刷 沾取颜料 我们来涂抹一下皇冠的细节 我们在涂的时候尽量薄涂颜色不要刷的太均匀 轻轻附带一点在上面效果会更好 头盔部分补完之后我们来补一下这个胸脚 好到目前为止我的上色时间也就五分钟不到的样子 我们来对比一下没有上色的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细节 上完色之后我们的模型更有层次感了 非常的立体有质感 大家觉得这个上色速度是不是非常快呢 其实这个模型后续还可以对它的细节进行更多的点缀 让它变成一个更完美的模型 比如这个披风可以加一点蓝色在上面 它的皮肤也可以加一点颜色在上面 还有它的头发和胡须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我所想分享的是我们对模型上色 其实可以用更简单粗暴的方式 让我们的模型快速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然后我们再去补充细节 就会简单和方便 我看很多新手朋友对于模型上色是望而却步 根本不想去尝试第一步 我们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这就是一个基础的上色过程 后面我会分享更为详细的上色技巧 关于这个模型的图子 在上一期视频也有分享 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